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一个AI技术的服务提供商 主要是帮金融机构提供AI分析的服务 稍后会说的 他自己说是全中国最大独立金融大数据分析的解析方向供应商 大家都要明白很多时候这些东西跟之前明元云 明元一样很多时候都是in-house的 所以他说最大独立 独立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其实很小 他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词中最大一个 他自己说是有4200多个金融服务的客户 主要是大银行消费金融保险机构 大家想象到金融保险那些 即是保险平安那些 现在的大小都是in-house做的 这就是他做的概括服务 他提供一些AI服务 帮金融机构做贷款的风险控制监测 然后帮他们sales和他们打广告 主要是三个东西 金融贷款的风险控制 然后帮他们sales和做广告那些 这个就是他自己说的市场位置 他就说市场里面市场占最大 只剩8.7% 即是说9亿人民币左右 大家经常看到他所谓独立的金融数据分析商的市场 大概是百多亿左右 年收入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当然它上面讲到增长得非常快 但是这间公司的收入如何 很现实说它是失望的上市公司 其实最近9月的收入其实倒跌 它有三份业务 数据分析就是贷款的风险控制 跌了一点看到2020年对比2019年 然后精准营销就是marketing打广告跌了一半 然后保险分析也升了一点 我觉得以这间上市公司来说 收入top line也跌就比较失望 这个是它的目利率 看到它是数据分析和marketing的目利率最多 另外有80%多 另外保险分析就是提供apps给保险公司 就是帮一些销售市去管理客户 分析推什么保险 但是50%的目利率 就是这样的 这里可能讲得简单一点 它数据分析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帮银行做贷款控制方面 它主要的类似是大机构 它收入刚才也看到其实是跌不少的 它去年全年是5亿2千多万 现在9个月3亿5千多万 我当你全年可能4亿多 就是在跌20多% 而它金融机总人数也跌 由1200几间跌到930几间 下面核心人数、核心客户人数、核心客户收入 它说不适用没有讲的 因为它就是说根据它的定义 它要整个Canada year 就是整个历年里超过30万 所以它才讲 所以它不适用不讲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 你可以annualize 就是有些借口不讲的意思 其实你9个月annualize 它有很多方法讲 你最近的季度你竟然不讲 而纯粹因为它的定义上不必 所以不讲 我觉得就比较难接受 就是投资的 第二样就是做 关于它的智能营销方面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个app出来 有些用户数据 然后分析完之后 就看app的用户习惯 打什么广告 都是那些 它主打app叫做融树的app 根据它自己说 它所有这些东西都用融树的app来做 但是一个 我觉得挺严重的问题 首先它整份年报 整份的招股书 如果我没有看的话 它其实没有说过 这个融树的app有多少用户 比如说MAU 日常用户数据 我看不到有的 这个就是融树的app的建议 但是融树上网 大家找到极多的投诉 主要就是说它收一些利息很高 各样东西 这里上面就是说 有几百单投诉 然后大家自己说 封评就很一般 因为它的招股书没有说 它用户量多少 我找一个sense tab 一个月用户量大约20万人 它在这里写 我自己觉得不是很高 就是它排名的排名 大家可以自己看 其实我觉得不是高 所以这个就很保留 很保留 你主打app是这样 这样就 那些生育会怎么样 你看到其实它的营销服务 收入也反映了 它现在9月月是说 1亿7千多万 上年是4亿多 就是你 枯以后跌出差不多一半 而你的用户付费金融服务 也跌了一半 下面又有一堆核心 那些也不算不说 这个是占据毛利不小 这个就是收入下跌 毛利下跌的主因 那就是不太好 基本上用户的app听下去 好像有些香港的money hero 帮你价价 想借钱 它会和你分析一下你的数据 看看哪间银行借钱 比你更好 用一些AI的东西 但是听起来好像真的不是 那个公平和用户人数 我觉得是挺诧异的 通常app一定会说 就是这样的情况 也不要说本身经济不怕是困难 这个大家明白的 你知道大家平安微信 每个人都整个app出来 投放是说数以十亿 就是请人来做 那个竞争人经济是难的 那三大业务里面 第二样最差 第一样都麻烦 第三个就是保险里面 保险方面 其实它提供app叫做日月补盒 给这些保险经济用 帮它分析客户场景 帮你trace客户资料 帮你按一按就知道客户是什么情况 你就知道可以售什么给它 这个就是日月补盒的app的截图 就是这样 追踪纪录那方面的东西 那条数都是一般的 你看到上年全年赚收入3亿3千多万 都不知指9个月是2亿3千多万 就是可能全年跌 大概10%左右 那些客户人数跌少少 主要人数不跌 都是付费的平均收入跌了 跌了多少下 由350万跌到260万 就是cut了3分1 其实都可以上升到正常 因为这些app是大家懂得做的 这些客户应该买什么类型的保险 这些应该大型的保险公司 一定会有自己的apps 都会和客户评估 它没理由射了data给你 然后给你app给你招招 很少这样做 所以技术上我想现在太common 就未必挨到价 这些应该是竞争相对激烈 那些普通的客户自己无故买保险 他都会找一些知名的保险公司 找一个agent去买 应该比较难些 自己download app 在上面做一些评估 然后去买 所以都是一般 简单说三个业务 就是无论数字上 和我们所理解经营的情况 都是一般 你看到头9月的营业情况 大约上年是收入由9亿2千多万 跌到7亿6千多万 跌了差不多两成 接着经营亏损由本来在亏560多万 变成1千5万 头9月 都没什么要着势说 总之是相当一半 收入增长期反而是17、18、19年是最高的 19年去到12亿 然后19年之后 2020年开始都很急 我不知道可能有少少疫情影响 我觉得可能有少少疫情影响 大家都cut cost cut了它们 但是都 整体来讲是一个护盛货 比较小 和其他大保险公司对比的话 就好像没有什么优势 你看到亏损了一年时间一亿 经营上就没什么量点 但是这家公司最大的量点 卖点是什么 就是股东相当中强劲 2014年的时候高零已经投资了它 接着有些华兴资本 红衫资本 就是一级的基金投资了它 最后它又中金投资它 最重要是各新基金 这是各支区域基金 投资了私轮 占了它12%的股权 就是它最大的股东的背景非常强劲 你看到这个股票分布 就是大股东张生 接着高零资本12% 各新资本基金占了12% 另外其他股票资本40% 其实大股东占了4.1% 占了很多 这是各新基金的截图 它后面说的是 反而它尺寸不是很大 虽然是各支区域 我看到它说的是50亿而已 不是虽然很大 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身份上讲的 但我看到招股商没有讲 就是说各新基金和这间公司 是有对赌协议的 它就要一两年内IP 如果不行 就要主持人股权的转变 让国家基金收回它 但是这个招股商没有 我看到新闻也有 但我需要带一些 如果假设这件事是真的 基本上它都是急着上市 硬硬上市 明白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还有这个后面有点 就是说它发出了优先股 这个像我们昨天说的诺费 你看到它的普通股 其实大概是3000万股就有 但是它发出了一堆优先 加上你看到是一二三三千多 它说4千多万 就是它的优先股的比例已经大 它那个普通股 所以就是说它是 你看到它的bouncing 有一块就是说 优先股股的股价 是哪有没有扣它的利益 顺利 但是有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抽了 要留意一点 关于禁售期的方面 你现在就未finalize 但是它那里写就是禁售期 有关不超过180日 而后面加了一句就是 说根据个指引讯 香港XPY指引讯就是说 我想优先股的投资者 就是上市前的投资价 在半年之内最少保持五成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印象中看的其他的招股数 很少地写的 通常是说半年不给卖 就是如果他敢说是 至少要保持五成 是不是这些 可以投半年都可以 卖五成出来呢 那就很麻烦的 供求关系 大家明白了 大家可能要看Finalize 那本招股书是怎么写 还有详细才行 因为我看过其他招股书 其实下面一句我不见有 就是说基本上 他现在跟加利索在争论 就是他想拿一个beta term 一上市 就是一上市 头半年可以卖五成 当然会有大事 有一点总结来说 就是根据所有招股 就是经营上了一半 在吃钱 而且大家知道 网上金融很多行业上 有很多不好的消息 有管制等等 他又对了他要上去 就似乎 即使基金背景的投资很强大 令到我有个假说 或者一个感觉 好像是盘生意一般 背来发发去上去 大家可能股东就套现起码 起码拿一些钱上来算数 所以我觉得这只股票 没有什么卖点 唯一就是股东很厉害 但如果你纯粹说股东很厉害 就投资 就不是一个很审慎的投资角度 所以就不大距离 因为股东他们的投资价 和我们这个IPO价 差很远 差很远 他们是说2014年开始 可能他们投资很久觉得 后来不够不行 所以现在尽快上去 还有一个包销商 就是摩恩斯丹林和中金 虽然很大牌子 但是之前潮云 赛生也算了 潮云真的不顶 不是很厉害的价格 就令人失望 所以我们暂时 愿无意外都应该不会建议大家抽 这间公司的风险 我们应该提升了 大家投资者自己再分享一下 以上的谈论内容 就是不涉及用人投资买卖的建议 我们在镇监会持绑人士 不排除本公司员工及客户 持有上述所说的股票 投资者在投资之前 做足够风险评估 需要侵却独立专家的意见 多谢 请不吝点赞